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6年至2019年的期间 台湾对港人来者不拒 当时4000至5000人可以获得居留 但当中能够定居的都有两成 即大概是800至1000人 去到2020年至2021年 去到台湾的港人就突破了1万人的大关 不过顺利可以获得在台湾定居的资格 的港人就只有一成 即大概1000至1500人左右 即大概10个人里面 只得一个是成功申请到定居的 一直以来 港人移居台湾都没有难度 以往移民要求只需要在台湾连续居住满一年 以及年内出境少过30日 或者它居留在满了两年 每年居住270日 就已经可以申请到定居了 一直审查的时间短 政治限制更加是没有 所以成为新台湾人也没有什么难度 明明蔡英文公开这样支持黄丝和黑暴 从中也都赚到很多政治好处 为什么突然会开始对香港人 移民台湾诸多祭奏呢 我们从时间来看 台湾在2020年1月11日举行大选 蔡英文就凭着撑黄丝撑黑暴成功连任 但民进党政府在大选过后的3月开始 已经暗中收紧了港人投资移民审查的标准 蔡英文一连任就立即收紧了 港人留在台湾的限制 成功教识了黄丝一句 我们经常用的诚语就是过桥抽板 但是蔡英文在台上继续出口述撑黄丝 到了今天仍然在吃着香港黑暴人的人血饭头 从审查制度来看 台独派大力推行去中国化 认为中国就是原罪 举个例子 在大陆出生的港人都被台湾暗中标签 不宜获得定居的许可 如果一对夫妇其中有一个是在大陆出生 同样是受到刁难的 如果香港公务员曾经宣誓过 定居台湾的机会就会变得渺茫 也就是蔡英文的立场无变 只是有需要做选举政治show的时候 就摆出很短暂的姿态放宽 收留黄丝 成事后就变本加厉增设门栏 继续去中国化 最可怜的就是黄丝被弃弄 之后仍然自己都不觉 在失去了利用价值后仍然盲目崇台 被台独有当成棋子 部分黄丝港人仍然是一锅缝 又出钱又出鸡出事由 卖楼辞职扑住去台湾 归求蔡英文 施舍一些得以安顿的庇护之地 去台湾的确容易 但如果想成为拥有台湾身份证的 新台湾人就难得多了 你以为台湾张开双臂欢迎香港人 少年你太年轻了 对民进党来说 除了有金钱有名气的黄丝之外 其他黄丝港人几乎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蔡英文丑陋的宣言表里不一 今日台湾可以用政治理由 将部分黄丝拒注门外 他日又会制出什么手段 去阻撓你们过来呢 继黄人飘洋过海到台湾 接着上演黄人死死气 拜酒回港 台湾和香港这一套政治荒谬剧 究竟演到何时才会借幕呢 黄丝的主人翁何时才会醒觉呢 好了 今集到这里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